第341章群雄围猎 第三战场 天地非常的昏沉 涌动着暗红色的龙卷风 各类强大的洪水猛兽频繁出没 圣宝开辟的空间如同真实的景象 每一头荒兽都带着强大的威慑力 撕裂长空 骑刷刷扑杀传送到战场中的参赛者 这更像是一场追杀战 一些弱小低势兵被追的火烧屁股 哭爹喊娘 疯狂逃命 军后争霸战看似辉煌 但也无比的残酷 第一轮的淘汰率会无比惊人 更会出现不少的伤亡率 这一切都不是虚假的 一旦坠亡预示着真正的死亡 大浪逃杀 军部筛选出来的是能独当一面的勇士 为未来的雄官培养一批顶梁柱 后 军天刚刚来到战场 还没有仔细观望四周 地平线尽头冲来一群强大猛兽 争鸣嘶吼着 煞气滚滚 向他杀来 这种考核对他太小而磕 数不清的目光也凝望着第三战区的挥发少年 许多人对他的战功榜头衔抱有怀疑态度 而现在正是验证的时刻 好快 他出手了 有人失声 完全看不到军天的动作 电火时光皆压到了近前 大手腾起 虚空都发出巨大的声响 投射出一片阴影 这是纯肉身的力量 短暂爆发案在虚空中 漫天雪色风暴炸成黑空隆 这让大批观战者都心头发紧 因为有视觉上的冲击 掩瞒动作上的力感 抨击他们的心神 紧接着 成片的猛兽肉身乱颤 继而爆碎 形成凶煞气漂流向远方 很强 如同战斗兵器 轻而易举叫绞杀了八头龙像荒兽 这些荒兽虽然是雪日圣宝的煞气凝炼而成 但和真正的荒兽没区别 从这里足以见的云天的肉身前置 巨型建筑物中一轮纷纷 有资格冲击军后的超级龙像都被他们关注 军天自然是最热门的人选之一 首次出手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苏长青听到这些话摇头 这才哪到哪 真的发起狂了恐怕会吓住你们 当然他闲不住 四处游走 想和一些富有的军阀强者对赌 不过这批人都黑着脸 根本不想搭理他 呜呜 昏沉的战场世界 席卷着雪色天风 远方世界震荡出更猛烈的风暴 密密麻麻的荒兽齐刷刷冲来了 他们的形态各有不同 有的巨大如山月 有的矮小如同毛鼠 如同雪色浪潮狂奔而来 惊动了大批参赛者 在战场待得时间越长 面临的荒兽风暴越是强烈 没有同败顶峰战力很难站住脚 吼 一头黑暗巨虎扑来了 吼声沉闷 不过还没有发威就被军天拍在地面上 炸成一片煞气消失掉 他表现得无比轻松 闲停闲步在战场上行走 事实上他更想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热身战 瞿沉在密石中通过虚空密宝观战 不由得想起了昔日在大草原上 他被金家强者追杀 军天扛着他极限奔跑的模样 曾经的他还非常弱小 在龙象镜面前只能疯狂逃命 这让徐沁禁不住会心一笑 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自然美丽 浑身散发光辉 一态万千 军天踩着行军靴继续前进 留意到一位伤损的女子即将被吞掉 果断出手震碎了围攻他的树头猛兽 多谢 女子无比感激 苍白的脸颊上没有任何血色 凝望着军天远去的背影 这才发现是雄霸战功榜的传奇人物 完全被血色风暴遮蔽的战场 沙尘漫天 生存环境恶劣 都有炸雷升船来震天动地 唰 军天猛的扑捉到危机来临 从原地消失 离开支地虚空轰鸣 一只黑暗的御掌伸展而出 撕裂了军天留下的残影 军天立在远方 平静望来 在虚空中扑捉到一道模糊的倩影 速度倒也很快 对虚空的掌握出深入化 看来他们忍不住了 军天发丝飘舞 毛子深邃 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他想要等待更多的猎物上门 毕竟现在杀过去干掉他 就是弯弓射小鸟 没什么意思 唰 躲藏在暗中的女子再一次凛冽出手 显然运行了某种神通 郊区化作一条丝线 以恐怖的速度划过天际 冲出虚空 打向他的头颅 这女子穿着一身黑色长裙 动作优雅而美观 身段修长 但面孔很冷 瞳孔蕴含着杀意 要为孔杰堂弟报仇血恨 军天侧身避开 他的动作很诡诀 动天之主都看不出运行的是缩地成寸 出现在远方 平淡如水 快看 四四四四遭遇了猎杀 是孔家的绝顶奇才 孔灵仙子 竟然在战场上攻击军天 这符合规矩吗 当然没问题 这场考验是生存训练 并不禁止厮杀 一些人为军天捏了把冷汗 认为第三战场多半要展开一场龙争虎斗 特别他和天族的矛盾谁都清楚 只会躲吗 孔灵眼底闪出冷光 身形消失在虚空中 能看出他的体质无比特殊 精通暗杀 未来成长起来绝对是狠角色 祖上路已经覆灭在历史长空 虽然点燃了一朵火苗 但又有什么意义 不入道终究是劫灰 让我来提前终结你脚下可怜的道路 远方区域 一位无比强势的短发青年 抬起大手轰碎了一片荒兽 来自于天族 身躯带着血 无比冷酷逼向了军天 战功榜第一位认清楚现实 恐怕这需要以战力将其碾爆才行 我想见证你的肉身有多强 能不能扛得助命轮的轰杀 另一个方位 三位顶尖龙象联手逼迫而来 通体挣腾着心灰 璀璨夺目 照亮了昏尘的战场世界 像是三颗银色星体 简而易见 他们是井珠培养的弟子 都无比的优秀 因为同时间近来被分在这片战场 4444的强大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自从他背上这个名号 注定不利己 活不长久 要折在这里 炸雷声传来 一片璀璨的闪电撕裂长空 毁灭了军天立身的大山 掀起漫天尘烟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欺负人 紧接着 又有数位强大的龙象赶来 每个人都惊弃 源自于军阀嫡系 冰冷的目光扫视着被围在中心的少年 要杀个血流长河吗 朱长青的眸子多立了起来 十三位竟是奇才走来了 有王者霸体 有天平起源者 连起手来能组成恐怖风暴 军天立立在天地间 深邃的瞳孔扫视四面八荒 他很平静 但巨型炎武场的气氛无比紧张 更有人觉得这些军阀太明目张胆了 当然历史上也曾经出现 一群龙象联手逼出有希望夺冠的超级龙象 炎武场顶层 坐在这里的强者来头不小 要么是动天之主 要么是军阀掌权者 要么是军部大佬 就这些人可以能代表整个人族核心层 连起手来可以调动关外大半的作战部队 当然多数都和祖上路的恩怨无关 张远山突然到来 坐在天俊德身边 抬起手按在他的肩头上 惊动了周围的大人物 翁 天俊德双目大睁 通体涌动出大道神威 射人的瞳孔盯着张远山 一身可怕的战力都迎来了复苏 张远山 孔家这些势力的强者站了起来 他已经数千年没有离开过祖山 没想到现在亲自赶往雄关 真的认为军天可以崛起吗 可以为祖山一脉证明 对于这位被誉为史上最废的老师 各大军阀的强者都不待见 可没想到他刚来就说出了这句话 要挑战天俊德 张远山的手掌如同苍龙 始终按着天俊德的肩膀头字 满头披散的发丝乱舞 露出一张如同神魔般威严的面庞 他的眼神如同凶龙 扫视这里所有的人 紧住他们莫名的心寒 脑海中不由得闪出 三千年前张远山威震天下的场景 曾经的护道者 和天老是同时代的人物 怎么晓得 现在就来打一场 张远山眼神冷酷 看起来不像是老人 眼神像是天刀割在天俊德的面孔上 我觉得你行吗 天俊德目光冰冷 他是什么样的存在 天族的族主 战力已经逼向了顶尖序列 但是张远山一口一个小德 还在他面前自称老子 这要打了才知道 张远山始终按着他 不让他站起来 中围的大人物心惊肉跳 莫非张远山寻到了圣耀 延续了寿源 特别根据某些传闻 张远山没有废掉修行踏上祖上路 如若是他的鼎盛时代 雄关没有几个人可以挡得住他 我说张远山 你一大把年纪跑到这里来砸场子 是什么用意 天族一位老古董出现在顶层 冷悠悠的眼神扫视张远山 有些看不出他的深浅 什么砸场子 我来指点指点小德的修行 难道还有错 张远山语气淡然 你简直太放肆了 天俊德疼的一下子站起来 想要出手抽在张远山的脸上 让他知道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属于你了 助手 天族的老古董走来拦住 禁止他们争斗 担心张远山豁出命把天俊德拼成重创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真没意思 天老在怎么地方 我想和他比话比话 张远山扫十四周 孔家这些势力的强者纷纷避开他的眼神 心里暗骂这个老不死的怎么还活着 一向强势的锦珠不说话了 担心被张远山一巴掌给拍死 到时候找谁说理去 天俊德的脸色冰冷 但该左老古董的话需要慎重考虑 他毕竟老了 而自己还年轻 真被他拼成重创不值得 这里有些冷场 远方的旁观者心惊肉跳 张远山还是张远山 这设立还在 天族的老古董留意到第三战场画面 道张远山 你倒是培养出一个好弟子 不过现在看情况 他连参赛资格都得不到 话不要说的太满 到时候自己打自己的脸就不好了 张远山平静道 你也不要太自信 天族老古董冷哼 唯一的弟子要是被废掉 你还有颜面出关在林雄关吗 我觉得云天能赢 张远山道 天俊德的眼神微眯 道 听闻你有见先天葫芦 微能不俗 我想见识见识 怎么晓得想要和我赌一把 张远山顿时来了兴致 天俊德很直接 取出本命至宝 要和张远山对赌 张远山一脸嫌弃 这是什么破烂玩意 没有圣元夜就不要拿出来对赌了 天俊德的眸子都立了起来 道 二十滴圣元夜 对赌你的黄皮葫芦 三十滴 张远山淡淡道 他清楚雄关战宫殿的圣元夜 多数都被各大军阀队换走了 目的是为了储藏最顶级的资源 三十滴 对于天族来说不难拿出来 黑风一阵瞪眼 堵住未眠太大了 当然能看出他们在暗中较量 特别天俊德憋着 竟想让张远山栽跟头 到时候喊一句滚回祖山八 第三百四十二张大杀四方 参赛战火爆进行中 十大战场空间厮杀的无比激烈 人族天骄与天骄的碰撞也频繁发生了 显然军后争霸战已经提前打响了 但是类似于第三战区 十四位顶尖龙巷围猎一人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方都震撼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军阀联盟会的内幕不会广泛流传 现在孔家 皇家 景家 天族 丁家 各有顶尖龙巷走出来狩猎军天 然而让人颤利的是 又有数位顶尖龙巷赶赴战场 彻底引爆了军后大战 太疯狂了 云天的对头太多了 听说云天放话要横压现实路 从而激起个大军阀不满 是不是因此引发的 不至于 除非结下了雪海深仇 否则这些顶尖龙巷都傲气无比 岂能放下脸面联手围攻一人 第三战场已经沦为焦点 各方瞩目 当然他们更想见正组上路的极限战力 更想知道军天是不是投机取巧 才打下了第一 你们太过分了 一位白衣少年冲来 面孔有黑 远远看去如同大黑牛 口鼻喷涌黑暗神光 冲向了战场 吼道 云天大哥 我来助你 黑皮 你想要陨落在这里吗 孔灵他们都被激怒了 不想和药亡谷交物 可黑皮就这样不计后果冲来 显然站在了军天这方 救命之恩岂能不报 黑皮发出这样的吼声 自从离开战场 他一直在药亡谷养伤 现在看到军天遭受厄运 岂能坐视不理 这里没你的事 军天看了眼黑皮 说道 退到战场外面看着就行 这一群土鸡娃狗还不至于压制我 黑皮面容古怪 军天的底气太大了 二十位顶尖龙象围攻而来 他竟然毫不忌惮 你简直狂妄的眉边 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 天族的英杰勃然大怒 眸子射出数尺长的冷殿 通体天威浩荡 刻道 你以为祖上路真的无敌了 你以为拿下战功榜第一 就可以无敌天下了 就你们这些调良小丑 没资格和我说话 军天不屑道 连起手来围攻我 已经证明你们不行 怕了 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天族英杰大怒 要走上去和军天过过招 不过孔林将其拦截 军天故意为之 显然惧怕了局面 想要一一击破 无妨 我就出手一次 天族英杰对自身的战力 还是无比自信的 他说道 我有信心将他镇伤 不过此人的不乏古怪 你们一定要严防四周 千万别被他给逃了 一招 孔林他们相互对视 全部都点头了 以此巅峰碰撞也能看清楚 军天极限战力 天族英杰向前逼来 他名天海 人如其名 通体神力滚滚犹如狼烟 贯穿消汗 老后天品命轮显化 专属于天族的命轮 承载天威 汹涌浩荡 洒落炫灿的神王笼罩天海的机体 透发着沉重威压 云天 你若是可以接我一招不负伤 我现在就掉头离开 天海目光冰冷 天族的人都无比强势 认为他们的潜能仅次于仙人洞的弟子 脑海的命轮划出恐怖的痕迹 攻乐出去行天刀 你恐怕走不掉 军天向前走来 拳头绽放宝光 向前轰了上去 天王斩 天海怒目元征 命轮笼罩肉壳 刀王滚滚万众 极致释放都投射出天刀将士的异象 攻乐出血量巨刀斩向军天的头颅 冬 军天挥拳 看起来并不快 也没有天海这般霸气 这让观战者大失所望 觉得军天名不负实 要在天海手下吃苦头 轰猛 然而他的拳力猛地轰穿了天刀将士的异象 龙拳爆发 蒸腾出金色神芒 刹那间击中天海的肉身 打爆了漫天刀芒 神芒 一招破灭了天王战 真龙九是真够强大的 孔明他们心头一跳 眼中更多的是杀意 认为军天有资格争霸军后 天海 你刚才已经说了 输掉了直接离开 不要食言 黑皮在旁边提醒 很担心军天的处境 孔明醋梅 天海虽然不是天族的超级龙象 更没有天王体 但他神力超强 一旦离开必将失去强大元首 有人走上去要挽留天海 斩杀军天才是首要任务 天海你怎么了 有人寻视着沉默不言语的天海 很快大惊失色 发现他的身躯齐刷刷崩裂 五脏六腑清晰可见 但都布满了裂痕 他感到恐惧了 这是什么力量震碎了他的肉壳 特别是下一刻 他引以为傲的命轮紧跟着炸开了 怎么可能 孔明他们花容失色 命轮破灭 身躯残躯 天海瘫痪在地上 恐惧发抖 他还活着 但他的修行全部被废掉了 那是 怎么可能 演武场大批观众头皮发麻 一招都要震碎了天海 似乎还没有尽全力 这有些匪夷所思 天俊德把手中的茶杯险些捏爆了 脸色变得阴沉 毛子一瞬不瞬注视着第三战场 这个结果让他太意外了 天品命轮被一拳击穿 联手镇压他 不要和他近距离触碰 不要和他的肉身碰撞 第三战场狩猎军天的 十九位顶尖龙象脸色难看 命轮全部开启 释放出棒驳的生命精气 淹没天地 这十九位顶尖龙象极致爆发 连骑手来法力贯穿苍穹 都形成了怒海浪潮 让站在边缘地带失神的黑皮都颤立 杀 他们骑刷刷大吼 恐怖神力撕裂虚空 要一个照面粉碎军天 恐懒 这片战场全面被神光淹没了 四面八荒逼来的强大荒兽被绞成粉碎 能量都形成了海洋 都要毁天灭地 军天的身影顿时模糊了 很快在战场上寻不到 有人觉得他被禁锢了 也有人觉得被镇死了 就在黑皮准备出手的时刻 被一种极致压抑的波动给触动了心神 后 军天在毁灭狂潮中仰天大吼 毛孔冲出了滔天的霞光 震动了战场大地 如同不朽的圣炉在雄雄燃烧 天霞圣术爆发了 军天发思乱舞 气吞河山 通体圣光赤圣 口鼻都吞吐出翻天覆地的能量体 这事 正在观战的丁阳荣一下子站了起来 脸色非常的难看 不是说军天仅仅修成了真龙九世 为何现在还掌握天霞圣术 空 军天打开满生命轮 释放出鼎圣的生命能量 万天的圣光雄雄赤圣 撑开了生存空间 抗住了大风暴 不要保留 动用神通将其抹杀 持久为龙象大惊失色 他体内储藏的生命能量太旺盛了 压得他们都有些窒息 更觉得被圣光割裂了面孔 你们算什么 都给我纳命来 下一刻 他璀璨的身躯滑破战场长空 强势撕裂封锁 扑杀到猎物群中 举全杀向井珠门下的三位杰出弟子 快镇压他 这三位很明显被吓住了 大吼着市井 但是任由各方龙象打出的能量在强大 始终无法攻破天下圣数 空 圣光翻腾 防御力举世无双 军天挥动的拳头吞吐苍龙 棒波尔大气 压在三位井珠弟子心头 败给他们可怕的压力 这是什么 他们有些恐惧 军天的权硬攻来 压得他们的生命体征都在剧烈 快要承受不住断裂 口鼻都在流血 混杖杀 吃几位龙象发狂 祭出各种神通把上去 能量风暴汹涌了一大劫 攻破了一层层圣光 临近军天的肉身 欲要将其磨灭掉 但很快他们发现残酷性的现实 井珠培养的三位杰出弟子扛不住了 璀璨全印都要撕裂虚空 这一拳霸绝天地 三位杰出弟子恐惧哀嚎 他们挡不住 一切都被压制了 神通都难以运行 肉体如同被彗星击中 血淋淋地炸开了 啊 我的徒儿 井珠的老脸一片争鸣 他呕心沥血培养的三位杰出弟子 竟然被军天给轰爆了 这让他的心头都在流血 各族的强者都惊骇无比 军天堪称巨型冷兵器 发起狂来谁都挡不住 军天也负伤了 被联手围攻的能量打得身躯摇动 但他的身躯无坚不摧 都蕴含超强的反阵 称得上人行凶兵 那命来 孔灵再一次从虚空中钻出来 挥动束手扫向军天的面孔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刚才不拍死你 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 军天立在天地间 挥发乱舞 谋如冷电 发出一声大吼 口鼻剑射音波 无孔不入 攻破孔灵的娇躯 啊 孔灵的身躯猛的僵硬 发出一声无比痛苦的哀嚎 他觉得五脏六腑有沉睡的巨龙在转醒 睁开了恐怖的瞳孔 齐刷刷的吼笑 快回来 有孔家的龙像都在发抖 想要将呼唤孔灵撤出去 但是军天又发出一声大吼 龙银阵势 孔灵流血的郊区轰猛一下子炸开了 被吼成一片血雾 远方的围观者都在发抖 这简直就是无敌的魔主 无人可以制衡 第343章水雨争风 军天溢血而狂 一吼之下虚空体炸成 一位美丽的仙子还没有展开人生 就这样消香欲损 折损在考核战场上 数不清的观战者都在颤力 这是什么凶人 一声大吼虚空体爆碎成结灰 孔灵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孔家家主的心头都在流血 真的被彻底打疼了 比断裂一根臂膀还要痛苦 顶层这里亦有强者在冷笑 四四四四胆敢展开反狩猎 足以证明他的战力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战功榜第一是依靠运气得来的 说句难听的话 他们族群史上最杰出的弟子 深入远古龙潮猎杀雪龙族的无上幼龙 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出来 军天如同大魔王横行天地间 打出了天霞胜术 攻击力恐怖绝伦 免爆了漫天压来的能量风暴 压制住一切不稳的因素 他已经制霸了战场 接连击地五位顶尖龙象 余下的十五位龙象有些胆寒了 发现根本压不住军天 考核战场不允许使用兵器与宝物 强者抵运也不行 但是军天生命体征强大 如同人形凶龙 根本就挡不住 杀 接着 军天以缩地成寸臂开一层层能量绞杀 他冷漠横肚而来 抬起大手攥住了皇家的绝顶龙象 如同攥住了他的生命之缘 捏住了他的灵魂 阿布 他恐惧到了极点 无法反抗 如同被巨龙压着了 对方的生命本质高不可攀 他又如以重在面临巨龙的绞杀 皇家奇才的臂膀被硬生生撕开了 洒落满地的鲜血 痛苦地颤抖 恐惧着求饶 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让我了 空 军天猛地抬起大手 将他的流血的残躯轰成了粉碎 神魂都被磨灭的一干二净 从世间彻底消失 他就是个魔王 快走 我们挡不住他 撤出去 鱼下的顶尖龙象内心填满了恐惧 谁都不想沦为一片劫灰 封吼着冲向四面八荒 永远都不想面对军天 谁都活不了 军天大开杀戒 浴血而狂 吼动了八荒石地 音波滚滚如海啸 又如同可怕的大手划破长空 按住了逃窜的顶尖龙象 有人在坠落 有人在渴血 他们不清楚遭遇了什么 总觉得有远古天龙在吼笑 震动他们的修行本质 都要惨死在这里 军天的眼神冷冽 超级狩猎者神威不可触怒 这注定带给他们一场终身难忘噩梦 啊 一位丁家的顶尖奇才发抖 身躯被军天的手掌钻住了 如同封刀站在了生命本质上 这一刻他有种面临洪荒猛兽的错觉 军天更像是蛮荒大地闯出的王者 一旦这些奇才的能量被攻破 那么他们的肉身脆弱的不堪一击 天哪 又被毙掉了一个 云天沙红眼了 难道要把他们全部都击毙 这些人都是军阀奇才 动天伏地培养的弟子 就这样被干掉是我们人族部落的损失 这个云天未免太残暴了 什么叫残暴 刚才难道没有看清楚是他们围攻云天 究竟是谁毫无底线 云天再怎么说也是镇守使 如此肆无忌惮杀他 这批人活该 环形建筑物这里 能有百万观众在这里观战 更有巨大的虚空宝镜向着各大区域传递画面 谁都清楚这件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咎由自取 第三战场已经血流长河 尽管逃亡的顶尖龙象分散突围 但是军天以缩地成寸展开狩猎 速度快得吓人 轰 他再一次打出了天霞圣树 满头发丝都蒸腾着滔天霞光 像是恐怖的圣炉在燃烧 打出绝顶一击粉碎了两位龙象 紧接着 他迅速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横渡战场世界 谁永不可挡 沿途中轰爆了满地荒兽 惊得考核者毛骨悚然 当时是谁看管的神通殿 马上带过来见我 快去 丁阳容气得把心爱的玉龙杯都摔碎了 脸色铁青 穿着的七色战甲都在铿锵作响 抱涌出杀意 他已经将云天竹出了天霞洞天 但结果他修成了两大神通 真龙九世配合天霞圣树 正在横扫战场 他觉得这太可笑了 一个企图执掌两大传承在这里大开杀戒 谱写的传奇还不属于天霞洞天 七尺大辱 云天用心险恶 现在去追究责任还有什么意义 丁家有强者话语冰冷 该族已经陨落了一位顶尖龙像 今日前他在战宫殿兑换了虚神圣法以及黄解印 丁阳容想要弄清楚他是否修成 你想多了吧 丁家强者摇头 道 这两门神通肯定是张远山案中指点的 至于虚神圣法和黄解印 他未曾请动强者帮助参悟 话说这么说 但丁阳容还是无比的震怒 军天在第三战场体现出了绝顶战力 提前引爆了军后争霸战的疯狂 军部各方大老都心经 重新评估祖上路的价值 饶了我吧 我可以花钱买命 一位逃窜的龙像已经被军天追上来 他扑通跪下来 取出虚空宝物 一脸恐惧道 我不是军阀的人 就是前来凑凑热闹 说完 他将虚空宝物开启 从里面取出了几十万精灵胎石 道 求求您给我一条生路 坑吃 军天从天而降 抬起大手 掌刀赤胜 划破长空 大片雪光建设 完成斩首行动 东西本就是我的 你买个屁的命 军天收走虚空戒指 马不停蹄 迈着大长腿展开狂奔 沿途地动山摇 撞碎了大片的荒兽 沙象快逃出第三战场裂缝的数位顶尖龙像 他来了 五位龙像已经感受到毁灭风暴在临近 已经有恐怖能量体轰漏而来 压在他们的面孔上 无比的窒息 军天抬起大脚 勇力爵士 将一位孔家奇才踩爆在暗红的大地上 后 军天发肆乱舞 瞳孔中光束射人 立在飘雪的天地间 全印腾起 轰出一条接着一条苍龙 向前扑杀 不 这些军阀奇才 一个个底蕴深厚 无比的骄傲 现在却如同野草在乱颤 生不出任何抗争勇气 接连被残酷轰杀 轰 军天燃雪的身躯向前跨越 他在为世人展现什么才是超级狩猎行动 接连毙掉顶尖龙像 压向最终一位 我还活着 仅剩的一位皇家奇才狂笑出生 半只脚已经踏出了裂缝 然而身躯猛的僵硬 迈出去的第二条腿被钻住了 不 他瞪大眼珠子发出恐惧咆哮声 他被活生生拉了进来 被当作棍子在虚空中舞动 又被砸向远方 沿途中 他的身躯崩出可步的裂痕 承受不住力量摧残 全身骨头都爆开了 流血的头颅如同利剑插在高峰上 军天原本以为他陨落了 没想到这位掌握保命秘术 体内蒸腾出大量能量精华 补全山体 头颅震开了山峰 冲向远方 原本他以为再一次逃掉了 谁曾向恐怖魂光爆发 绝顶神魂踢着地面横渡 顶刻间展落逃向远方的龙像 神魂一年间回归 快到极致 如同原神在遨游虚空 回归军天的精神石海 全死了 二十位顶尖龙像全部被干掉了 这太离谱了 他的战力究竟有多强 恐怖的肉身素质 这就是祖上怒吗 这就是被人唾弃的生命起源路 云天的情况如何去解释 从这里可以看出 祖上不是孤毛银血的野蛮人 他们开创出精神的修炼体系 值得挖出来研究 有人对军天的战力推崇到了极致 在想如果族内的凡人 全部修行生命起源路 能扮生大批龙像精锐 快看 那是火神谷的超级龙像 战功榜前三的成员 一身控火树出神入化 更是罕见的神火命轮 他要出手针对云天吗 双方一旦遭遇必将是龙争虎斗 提前展开决战 演武场的气氛越来越火爆了 第三战区不仅仅有云天 还是一位超级龙像 他来了 立在黑色山岳上 红色长发飘舞 宽大的衣袍漂流着火焰图案 雪白的机体朦朦宝灰 看起来神秘与可怕 战功榜前十两位女子 她是其一 江宁雪是其二 诗人惋惜的是江宁雪破关了 无法瞻仰她的绝世风采 火焰云在东神州名气极高 追求者数不胜数 同样这一族曾经是志强族群 后来开创火神谷洞天府地 相传 仙人洞曾经去火神谷提亲 想让蛮臣仙和火焰云结为连理 小到消息传出 虽然火神谷和仙人洞洞 未曾正面回应过 但也让数不清的男人心碎 这可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天之娇女 军天早就发现了火焰云 从一开始她就跟着自己 目睹一切战役 现在看到她主动走出 军天外部逼了上去 彼此间的眸光相互对视 已经有无形玉场浩荡而出 像是万众惊涛轰落而下 黑脾气喘吁吁跑来 很快被禁住了 这片时空如同有两口仙剑在交击 充满了让她窒息的压力 涌来的荒兽都匍匐在了地上 咔嚓 山川大地渐渐崩开了 大裂痕蔓延出很远 一座座山岳紧跟着倒塌 掀起了滚滚沉烟 遮天蔽日 小妞 你确定要阻挡我 我可不会怜香惜玉 军天神目如电 军后之争打生打死 任何人站出来阻挡都是她的敌人 第344章洗劫第三战区 小妞 黑皮瞠目结舌 怀疑听觉似乎出现了问题 火焰云身份尊贵 不仅是火神谷的圣女 更是火族这一代潜能最强者 未来大概率可以正上洞天之主 军天言语轻挑 显然没把火焰云放在眼里 不过转眼间想到刚才的大战 黑皮面孔透着兴奋 想要目睹军天镇压火焰云的画面 黑皮的笑容无比的猥琐 最好能拖到山洞里 来一张真刀真枪的硬仗 军天浑身充满了浓烈刺鼻的血腥气 接连基地二世未顶尖龙象 她没有任何衰弱 反而越战越勇 充满了威震同代的爵士风采 火焰云带眉微醋 不过她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流淌火焰的长袍迎风飘舞 攻乐出惊心动魄的身材曲线 这是极美帝女子 银白的瓜子脸颊 眉目如画 樱桃小嘴 火红的发丝流光一彩 随意披散在腰部 整体看起来有些神秘 空 火焰云轻轻踏出半步 宽大出衣袍乱舞 机体与命轮共振 背后呈现出一幅奇景 神火漫天 红日坠落 金屋提名 轻而易举都能焚山珠海 这是专属于火族的道法意象 黑皮迅速传音 许多特殊族群演化出的意象极致恐怖 并非单纯以十八重天或者二十四珠天概括 军天金玉 自然可以看出这女子底蕴超绝 立身在火焰世界中 有些蠢蠢欲动 想要出手 与祖上路的英杰交锋 真的要打起来了吗 熟强熟弱 这很难说 云天的强大在于体质 但是火焰云是祖传的火神体 还有他的命轮绝非等弦 如果这一战真的打起来 足以决出军后头衔了 事实上 祖上路应该没有大到意象 这是他们的短板 如若交战时刻不和云天接近 或许能以意象镇压 无 这话听起来有些道理 不过我更想见证祖上路的极限 第三战场的变化触动观战者的心灵 一场惊天动地的超级狩猎刚刚结束 两位极致辉煌的超级龙象又对上了 空 军天向前走来 震动了火红国度 强健的体魄带着可怕的生命威压 俯视着火焰云 场中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谷底 火焰云的美眸充满强烈的战意 想要与军天较量较量 认真体会生命起源路 因为他得到了小道消息 江宁雪曾经修行过生命起源路 从而导致他的肉身无比强大 当然紫云了解的更多 江宁雪能有现在的成就 和龙守风上 云雾山庄中的北极残脉有最直接的关系 紫云时常赋匪 当年打晕他的恶棍夺走了龙脉造化 又将他给扔到雪洞里抱着雪雄睡了一宿 想一想都来气 罢了 擂台一战 火焰云突然间转过身 他不想置身于风暴中 想要在擂台上堂堂正正一战 这能代表退让了吗 这件事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 一代天之娇女抽身离去 是刻意避开军天的锋芒 还有因为其他的生命原因 快看 第六战区的大战也无比激烈 还有第八战区 银圣号的铜树太精士 凳裂了仇家族中的顶尖龙象 这是什么样的铜树 传承与何方 我觉得最恐怖的还是天王体 这时代是无敌的体质 足以镇压一个时代 或许唯有蛮尘仙才能与之争锋 开玩笑 你知道天族的天王体是谁吗 攥起来是天老的堂帝 无论是体质和命轮都是最顶级的 未来成长起来肯定能威慑一个时代 烟雾场人生鼎沸 这一场参赛战可以说精彩绝伦 各类强大体质频繁登场 简直来到了一个黄金盛世 沙 景天也遭遇了敌对势力的围剿 然而他的战力完成彻底的蜕变 银白赤胜 如同古之大星横空 接引下来漫天星河神芒 清晨战体已经修成了 无时无刻与天上星辰产生共鸣 打出来绝顶战力 崩坏了一片隐藏在暗中的对手 军阀与军阀之间不和睦 景家也有死敌 不过星辰战体的问世引人瞩目 这是号称是尖最坚硬的战体之一 一圣号的铜树完成蜕变 开合尖圣光剑射 深邃的令人惊颤 都要吞灭世人的灵魂 顶尖神魂都有些难以抗衡 第十战区 一个神魔般可怕的雄姿傲然而立 如同天地共鸣的王者 他就是天族的天王体 从圣雪池中复原走出 单凭肉身战力已经横扫全场 超级龙象的强大很难用常理去推算 万千道法烂属于心 等待修炼到入道即必将是前置大爆发 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修行到灵胎境 晓得 圣元夜为何拖着不给 张远山悠哉悠哉地躺在椅子上 道出的话语打破了顶层的沉寂 锦珠这些人的面目无比难看 心头都在流血 军阀虽然族群规模极大 但是任何一位顶尖龙象都是宝贝疙瘩 可是现如今他们是损失太沉重了 这等于在他们族群的心脏上插了一刀 有些和云天没有仇怨的军阀大老面容阴寒 当年他们的子嗣在祖山被炼废 活了几百年郁郁而终 这始终是他们的心结 现如今云天的崛起 已经为祖上一脉扛起了大旗 曾经的言论不断被击破 若是持续杀下去更为了德 兵老叹了口气 扫了眼背负骂名的张远上 他背影有些衰老的离去 他不知道能嫉恨张远山什么 拓露着值得尊敬 金元沉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举是凡人全部走上生命起源路 雄关的兵力会达至前所未有的鼎盛 但是有些问题很棘手 更不好去解决 因为仙人洞绝不会答应 这里面牵扯的因素非常复杂 他都感到头疼 事实上 当年若非张远山联合各路军阀 以及各大洞天福地 抗住了仙人洞的威压 祖山一脉不会存在 天俊德没有说什么 败了就是败了 身为一言九鼎的人物还不至于赖账 他在认真审视军天的战力 纯粹的肉身就算是在离谱 在恐怖 真的可以扛得住 最强天品命轮 大到异象的绞杀 当然他们最惋惜的是 连有看清楚龙巢内部的战斗画面 否则不至于有这等损失啊 至于武痴和苏长青 终究是曾经的志强族群后代 去找他们出卖朋友 这太不现实 嗡 很快 天族的强者送来一个碧绿罐子 掀开后圣光四溢 内部一滴滴至神至圣的宝叶 如同有生命在自主呼吸 都能聆听到脉动之音 在场一些老古董眼红 圣元夜市限量级资源 寻常求都求不来 结果张远山就这样轻飘飘迎了30滴 不错 这些圣元夜被至高葫芦吞走 未来化作大到圣宝的概率会更高 张远山心满意足 轻笑了一声 心里想着有了这些圣元夜 未来军天破关的概率会更高 大到圣宝 这里区域汇聚的强者心里沉甸甸的 昔日张远山冒死闯入废墟深处 得到了黄皮葫芦 内域一枚混沌符文 价值无比恐怖 毕竟是先天御御出的宝物 未来成长潜能重大 曾经各大势力开出天价 张远山都未曾卖掉 难道真的有希望化作大到圣宝 远山前辈 30滴圣元夜就这样拿走了吗 锦珠开口 最后争霸战还没有落幕 前辈是不是有些心急了 锦家的后生 张远山扫向了锦珠 冷冽道 听说你们这一族 在战场上接连为难我徒儿 怎么把我当作空气了吗 恐慌 极致恐怖的威压怒勇而来 锦珠遍体声寒 眼睛发黑 如同陆海中的浮贫 差点栽倒在地上 各方心惊 张远山还是如同几千年前那般强势 否则岂敢联合各方和仙人洞的对着干 不过是小辈交锋 远山前辈何必咄咄逼人 锦珠狠狠吞下嘴中的心头血 曾经锦家极致辉煌 走出过树未动天之主 不过这一代没有超级强者坐镇 他根本不敢和张远山叫板 刚才说军后争霸战未曾落幕是何用意 张远山冷漠问道 转眼间又扫视天俊德 道 怎么晓得 三十地圣元夜还想要赢回去 天俊德眼神冰冷 一口一个晓得 真把自己当作小角色了 只不过张远山背后没有势力 更没有子嗣后代 独身一人正是各大军阀最为忌惮的 一旦他发起狂了后果不堪设想 谁都清楚 张远山可以掌控部分雄关底蕴 刚可以执掌战王刀 或许连战弓碑都可以短暂启用 是我想和前辈赌一局 景朱这句前辈叫得无比憋屈 谁让他不是动天之主 怎么赌 说说看 张远山问道 独两场擂台战 景朱开口了 这让张远山嗤嗤以鼻 看来你们对安排的弟子很没有信心啊 天俊德望向景朱 说好的天王体走上去就能终结军天 难道他认为还需要蛮臣先出手吗 景朱传音 让景天上去 星辰战体乃是世间最坚硬的战体 可以逼出军天的鼎盛战力 为天王体提供参考经验 天俊德眉头微皱 他觉得不需要 天王体压上去足以横扫一切 毕竟是志强族群的后裔 九千年来更沉睡在圣雪池中 以物质滋补生命活性 保持最巅峰状态 不过转眼间想到刚才的惨败 天俊德为了以防万一 觉得可行 景朱想要黄皮葫芦 他太渴望弄到一口超级大杀器镇守族运 但该族的圣元叶有限 以其他其物补偿 六十滴圣元叶对赌 天俊德不想让张远山带走一滴 天族有能孕育圣元叶的古老矿区 家族的存货道也充足 六十滴圣元叶 一些老古董都被吓住了 这赌注有些疯狂了 不过他们明白 圣元叶在雄关每一滴都需要一千万战功 但是对于天族来说谈不上大出血 看到张远山没有迟疑 天俊德的眸子都立了起来 他就认定祖上路能在龙象领域无敌天下吗 你们快看 4444在干什么 他活捉了一批军阀嫡系 索要保护费 孔家这些族群倒雪没了 一批有资格冲向前一百的成员 就这样被掀翻 连同其他的族人都跟着遭殃 第三战区正在上演大事件 绝对是爆炸性的消息 更有人觉得大快人心 自古以来军阀高高在上 蛮横霸道 在雄关更是用兵自重 军天横行无忌 全力出手 追击逃窜的军阀嫡系 闹出了一场腥风血雨 更有人热血 这些军阀都高傲惯了 就该狠狠收拾 第345章横行无忌 大消息 4444在一次雷霆出手 挖出一群藏在山洞里的孔家底细 轰动性的消息接连传出 军天表现得太霸裂了 刺激的观众血脉膨胀 这还是高高在上的军阀吗 孔玄的眼睛多立了起来 堂堂孔家乃是顶尖军阀 挥下拥兵几十万 但是现在他们的杰出后背 竟然集体藏在山洞里成何体统 云天这么做 简直在向军阀开战 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 有人心神绷紧 深感担忧 这么一位战功滔天的年轻英杰 更是扛着祖上一脉的大旗 独队现实录英杰 会不会被人按死在雄关里 还没有看清楚事态吗 五大军阀联手要震杀云天 他不反击难道还要沉默不言语 堂堂镇手时岂能被军阀要挟 有强者神情冷酷 现在的军天如日中天 威名传遍天下 更为雄关立下赫赫战功 但五大军阀如此强势将它除掉 已经让许多人心生怒意 自古以来 军阀如同大山压在各路强者的心田 谁敢去抗衡就能捅出一大堆 军阀联盟会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除了军部以外规模最大的团体 当然这些强者绝地想不到 被摆在桌上要按死的军天 来个现场直播 第三战场已经彻底乱了 军天的反击更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恐许他们被彻底激怒了 这场参赛战终究颜面扫地 而更让世人感到可笑的是 这批寻常在外面仗着祖辈撑腰的军阀后代 现在如同丧家之犬 无论躲在哪里都能被军天的神魂探索到 此刻 军天刚解决了一批人 横渡向前 棒驳的神念遍布四面八荒 很快探究到一位到处躲藏的女子 她强势出手 一巴掌冲了上去 打得女子横飞出去 半张脸血肉模糊 我们有愁吗 她含着脸质问 看起来很硬气 手掌捂着流血的脸颊 谈论这些问题有些可笑 想要在第三战区生存 需要缴纳保护费 军天冷漠走来 这些族群想要按死她 她不会善了 更不会心慈手软 更不会任由她们欺辱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位女子气得花枝乱颤 她是什么样的人物 军阀贵女 无论走在哪里都是焦点 结果现在被镇压还遭遇洗劫 我不想知道你是哪个混账东西的后代 军天冷漠道 你 女子面容争鸣 反了都反了 我说 赶紧交了吧 刚才有反抗的直接被弄死了 黑皮在旁边滴雨 她说的是实情 孔家这些势力联手要避掉她 军天不会善了 这女子都要欺诈了 但难以反抗 只能上交了虚空宝物 屈辱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顶层区域 黄家族主怒怒远征 这是她的小孙女 就这样被残酷镇压 黄族主怎么火气那么大 张远山冷冷扫了她一眼 这让黄族主硬生生坐了下来 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 从未有人胆敢如此羞辱居伐嫡系 因为他们都死了 事情越来越大 听说张远山前辈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压得住 苏长青脸色凝重 旁边的五吃回应 在雄关没有人可以威胁护道者 既然云天代表组上路要打一场硬仗 这些都不算什么 与天族和仙人洞的决战才是重头戏 第三战区各处人心惶惶 仅加这些势力的族人脱掉了识别身份的战袍 四处躲藏 不敢动用秘术 被打的鼻青脸肿都不带吭声的 快看 这首屎又来了 一些人看热闹 指指点点 军天的神魂横过虚空 一念尖跨越千里之遥 所过之处群雄头皮发麻 简然她在探究 深挖 制霸第三战区 闹出的风暴越来越可怕 如同耳光抽在天骏得他们的脸上 快看 四四四四太过头了 当着全场强者的面 盘点收获 随着考核快要结束 军天大摇大摆盘坐在地上 取出了上百个虚空宝物 灵胎时直接堆积成大山 各类奇物珍宝 导弹蜜药 天胎斗 神圣宝药 应有尽有 打人不打脸 他是故意的 小声点 别被军阀的强者听到了 否则吊牌二十个顶尖龙象去杀你 就是 你以为你是镇守使大人 你以为你是四四四四 说话注意点 一些人嘲笑 话里话外的贬低军阀 这要是平日里谁敢 但现在军阀威严大损 在他们心目中不再是洪水猛兽 天雄他们气得脸色发紫 本想杀一井百 结果颜面扫地 各大战场的交战已经到了白热化 最强的荒兽风暴席卷而来 顺利撑住闯关者具备参赛战 第十战区天王体威力绝伦 碾爆了满地荒兽 沉睡九千年的战学猛烈 如同恐怖的神魔王手而立 压得战场大地颤抖 天王体志在头衔 将举世英杰都当作了敌人 无人可以阻挡 十大战场空间相继熄灭 失败者被统统传送离去 胜出者被挪移到了巨型延舞场中 第一轮结束了 话语传来 井珠他们狠狠坐在地上 这一天一夜简直太漫长了 他们更无法交流议论 因为张远山压在这里 擂台站可以夺回一切 他们这样去思考 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强烈的杀意 这里如同古老的决斗场 环形建筑物巍峨巨大 十座黑暗擂台坐落在大地上 魂厚如山岳 可以承载入道及交锋 裁判团已经就位 他们会根据各大擂台的战斗情况 做出评估 做出判定出前一百 参与到最终的决斗中 上万龙巷纷纷降落在延舞场 顿时引发了轰动 尖叫声成片 很容易激起人的血腥 迎来最终的胜利 同一时间 滚滚的杀意如同洪水席卷而来 落大的延舞场顿时沉静下来 数不清的修饰从头梁到脚 因为这杀意 源自于顶层区域 都要把整座延舞场给撕碎 合力震杀一人 刺刺刺刺刺 巨大的吼声传来了 在压抑的决斗场宣泄而出 震而发聩 军天的人气太火爆了 引发了轰动性 漫天的杀意更是向着他压来 都形成了实质性的光束 要将其撕碎 空谋 杀意如海的世界中 宛若万口见胎底在军天的机体上 忍不住要将其刺穿 躺在地上雪枯而亡 才能缓解内心的悲痛 简而易见 他们被打疼了 这些手握大权的强者不会沉默 怒急而狂 军天周围的顶尖龙象毛骨悚然 如臂蛇蝎 远远躲避 军天力深知的成为了无人区 漫天的杀意都要形成实质性的杀箭 但是他何惧 冷冽的瞳孔扫视四面八荒 无比的镇定与从容 有过关的绝顶龙象皱眉 一个祖上路结晖 竟然夺取了一切天焦的光彩 沦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他们很不满 觉得风头被抢走了 不过当他们听闻军天在第三战区 击毙了二十位顶尖龙象 洗劫五大军阀的财富 全部都变色了 许多年长得前辈脸色殷勤不定 在想如果军天可以走通祖上路 能否将祖上时代遗留下来的宝藏地打开 当然关乎宝藏地他们了解有限 不过切切真的存在 这也是曾经张远山能联合各大军阀的主要原因 空 刹那间 一重恐怖波动打破了沉寂 黑暗大手从天而降 挤满了整片虚空 撞落金涛拍案 猛烈的不可想象 就这样打向军天的头颅 痴人颤力 军阀真够强势的 直接在演武场出手 要直接抹杀了军天吗 惊人的眸子冷冽 刚要出手却有人抢先一步 张远山探出苍老的大手 攥住了黑暗大手 直接将其拉了出来 沉寞人 许多人瞪大眼睛观望 很快发现是冰冷的傀儡 立身在虚空中爆发 打出一击想要逼出军天的极限战力 却被截糊了 张远山屈指一点 破灭了傀儡 没有探究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惋惜不能热热身 毕掉几个强敌 张远山叹了口气 这让井珠他们毛骨悚然 克制住内心的杀意 痴尊 军天望向顶层区域 留意到乱发闭目的高大老人 鼻子顿时一酸 张远山来了 他和老人原本没有多深的师徒情谊 但在天霞洞天 他冒着生死危险阻挡丁天道 又将万物元石送给他 这份恩情太大了 张远山紧紧点头 就坐了下来 什么都没说 一切尽在不言中 云天 你杀我同门师弟 不共戴天 景天得知井珠三位杰出弟子被毙掉 胸膛抱涌出一团怒火 瞳孔中杀意滚滚 他迈步向着军天走来 坚韧得身躯赤胜如浓缩的心体 横压在这里 带给周围顶尖龙像庞大的压力 有些喘不过气来 云天你太过头了 在第三战场大开杀戒 怎么走上祖上路的修饰都毫无人性可言吗 孔家走来一位绝顶龙像 披散的发肆狂乱舞动 谋刺中冷电四射 体魄无比强大 与当年孔王是相同的体质 战功榜第一 我倒想领教一二 看一看现实路与生命路 谁强谁弱 又是一位重量级的龙像走出 浑身充满了浓烈的战役 与军天没有什么恩怨 不过祖上路横压一切的言论让他无比的不爽 短暂时间 十几位年轻英杰奇刷刷走出 顿时引发了轰动 还没有开始已经强敌如云 吃地这是要举世皆敌了吗 张大炮的脸色凝重 不断有人站出来 凑热闹也好 与祖上路碰撞也罢 接下来注定是一场生死大碰撞 其中 天王体引人瞩目 他雄资高大 古铜色机体 虽然没有神威散发 半站在这里如同不可逾越的沉重大山 演武场哗然一片 这还没有开始已经酿成这等风暴 看来云天侧风军后的道路上 注定是无比艰难与曲折的 讨论人性 先摸一摸你们的良心都做过甚吗 今天淡漠的话语传遍全场 他依旧是焦点 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直接走向擂台 很多人头皮发紧 四四四四当真强势无比 面临这等举世皆敌的局面 还能主动走上擂台 莫非已经养成举世无敌的信念 诸位道友 景天无比的自信 对附近蠢蠢欲动的绝顶龙象开口 我们现实路的巅峰大对决 就不要出现组上路来搅局了 我先出手各位觉得如何 你不行 换个人吧 今天很直接 不是他看不上景天 区区星辰站在他眼中算什么 根本承受不住他的战力 他现在想为诗人展现什么是生命起源路 第三百四十六张目雪鸡档 景天穿着银色长袍 立在原地 看起来非常冷静 显然他对星辰站提很有信心 认为可以横压同街龙象 擂台上传来冷漠的话语 瞬间激怒了景天 身躯赤胜如星体 闪烁银灰 带给同街龙象无比破人的压力 一些人都被震退了 更多的人惊害军天的话语 上来就是就这样点评 是太过强大还是过于自负了 景天是什么样的存在 毕竟养成了星辰站体 一跃成为最顶级的天骄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难道还挡不住军天 看来生命起源路把你的脑子都修炼坏掉了 景天面容冷冽 赫道 当然或许在他的心目中 祖上路才是真正的无敌 现世路不过是陪衬罢了 呵呵 你很快会为你可笑的想法付出沉痛的代价 欲助到由凯旋而归 孔家这些奇才在这里提前道贺 擂台之争极限之战 一个不慎都会决出生于死 在这里谁都不会退让 拼尽一切胜出才能赢的威望 景朱暗中传音 防御为主 将军天的极限战力全部逼出来 景天皱眉 他认为可以压得住军天 星辰站体不单单是坚硬 竭尽所能爆发皆引群星之力 攻伐力无比霸裂 嗡 黑暗擂台蒸腾出璀璨的神光 密密麻麻的符纹闪烁 蒸腾而起 交织成巨大的能量光照 开辟出战场空间 要开始了 最热血的时刻终于来临 哈哈哈哈 我认为祖上路的肉身与星辰站体的厮杀绝对是最顶级的 肉壳力量的较量才更血腥残酷 顶尖的站体 古老的生命起源路 孰强孰弱 我不敢妄加评论 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一些人在议论 场面的气氛倒显得非常压抑 这一战胜负真的很难说 景天登上了擂台 瞳孔中杀一四射 恨不得直接撕碎军天 将他的残骨砸在地上 建设出一片雪花 染红自己的强者路 我倒要看看你能多应 离什么可说的 景天直接爆发了 战体滑破长空 银白赤胜 与军天展开肉身厮杀 刚出手就爆发了星空掌 巅峰争霸看来 短时间可以决出胜负 景天的身躯爆发银色神芒 挥动的大手囊括一片浓缩的星空 震荡出来神通圣法波动 顷刻间遮蔽了军天的身躯 天哪 他在干什么 你是星辰战体吗 一些人失声 军天始终立在擂台上一栋未动 任由星空掌横压而来 唯有毛孔喷发出灿烂霞光 像是一座永恒的神炉 无论景天打出的力量在恐怖 无法压迫军天 更无法攻破霞光 这让人心惊 祖上路不单单有肉身 还可以搬动到法神通 震杀 景天双目大征 极致复苏揭引漫天星辰光辉 背后都腾起一颗模糊的星斗 这是专属于星辰战体的异象 承在星河道狠 碾爆了漫天的霞光 你不行 让天王体上来吧 军天摇头 天灵带吞吐的雪光明炼出一头苍蝇 昂首吞吼 力大无穷 硬生生挡住了压来的星斗 无视意向的磨灭 很多人失色 军天看似平静 但是体现得无比霸气 自始至终连脚步都没有移动 显然没把景天当回事 天王体扫视着军天 寒光乍现 冷的刺骨 沉睡的战雪有些蠢蠢欲动了 胸膛呼吸间发出炸雷声 像是休眠的巨兽在转醒 中围的人惊骇 天王体的肉身更为可怖 纯粹的肉身之力力大无穷 足以生思史前巨兽 井珠的脸色无比难看 这算什么 军天像是立在擂台上教育孩童 这太耻辱了 下来 井珠传音 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在发动一招 井天彻底暴怒 眼眶子都红了 体内传递出古老的宋精音 大洲天星陈金运动起来 与星辰战体产生可怕的共鸣 都说了让你下去 别在这里自取其辱 军天冷漠警告 混账 杀 井天的胸膛差点炸开 无尽的怒意填满了胸膛 圣品经文皆引万天群星之力 囊括到肉壳中 气息汹涌易解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此超强的战力 难道威胁不到军天的根本 空谋 去空都被全方位震动了 巨大的擂台都在摇晃 真的如同宇宙大星横压而来 压在军天的面门上 渠夫人短暂犹豫 传音军天 告知芸汐在星空神池面临的遭遇 什么 军天的双目疏的大争 瞳孔赤胜如胶羊 充满了可怕的沙翼 满头的发丝都倒数 忍不住仰天大吼 他怒了 透出猎天的沙翼 毛孔冲击出无穷无尽的圣光 淹没了整座擂台 真的如同天侠圣炉在燃烧 什么 那是什么神通 数不清的观战者大惊失色 始终平静的军天不知为何被触怒了 正在仰天嘶吼 巨大的擂台都在颤抖 这不可能 丁阳荣勃然大怒 天侠圣术极致运行 军天背后呈现出圣炉投影 打出了圣宝异象 蒙蒙着圣威 欲要焚天 不好 快退下去 紧珠面皮颤抖 真的有些恐惧了 军天已经彻底发狂了 如同跨越战场而来的魔主 怒他的擂台都崩出蜘蛛网裂痕 杀 军天杀一滔天 拳印凶狂 霞光攻勒出圣炉 预示着他的愤怒已经飙升到了极限 垂爆了漫天星辰光辉 轰在星辰战体上 愿由他无间不摧 此刻开始颤抖 啊 景天感到无比的恐惧 这一拳太吃烈了 压制到他的五脏六腑中 生命本质被残酷击中 从而断裂 这一刻 他体会到自身的渺小与可怜 感受到生命本质的奥妙 都要废掉胸围转修生命起源路 不 景珠发出惊恐的吼声 冲上去要阻挡这一战 保全景天的生命 张远山什么都没说 抬起大手按住了景珠 让他坐在这里观战 不要搞其他的事 咔嚓 汹涌的拳印轰穿一切 震裂了景天的胸膛 心脏都炸开了 背后见射出大片的血光 事实上 如果不是景天是星辰战体 君天这一拳足以将其磨灭成血雾 什么都不会剩下 轰猛 君天再一次霸裂出手 轰得景天残驱轰猛俱颤 小腹崩开了 鲜血喷射 肠子都流了出来 无比血腥残酷 啊 景天都要疼死 面对都似乎不是一个人 像是能杀尽一切的大魔王 将他绞成残渣的巨型冷兵器 这个敌人太恐怖了 粉碎了他的道心 悟出的大道都溃灭了 像是渺小的蚂蚁砸在擂台上 建设鲜血 强大 极致强大 天王体做出评价 对于祖上路有了大体认知 然而这让他沉睡的战雪在轰鸣 目光充满了冰冷的杀意 似乎 这还不算军天的极限战力 一圣号的瞳孔扑捉道 军天的权势不仅可不 更震散了景天的生命体征 就算他能活下来也离死不远 这就是生命起源路吗 一拳头打上去生命弱小者 会遭遇最可怕的摧残 这是杀伤大数 一旦遭遇就是你死我活 祖长青摇头 景朱只知道星辰战体无坚不摧 却不清楚军天最强悍的是肉身 特别他还没有打出万道体 碰 景天全身流血 骨头全面断开 他已经不成人形 发出无比恐惧的声音 精神意志都被影响了 又哭又笑 偌大的擂台世界鸦雀无声 什么防御力最强的星辰战体 弱小的如同鸡仔 脆弱的像是一块豆腐 未免匪夷所思 啊 景天 景家的强者风跑而来 望着身躯残废的景天失控咆哮 这可是他们族群未来的继承人 但现在被打成了痴呆 到心都被粉碎了 他们恨欲狂 景家的族运注定要倒退几百年 残酷的现实难以忍受 爬上擂台都要把军天给活祭了 擂台上绝生死 承受不住就不要来 军天的胸膛猛烈起伏 和景家彻底结下雪海深仇 就算他们不来找自己 未来他也会登门 你好狠啊 景家的强者集体失控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竟然让军天以最残酷的手段 将景天给废掉 军天的胸口起伏 原本他想看在景珠和芸汐师徒情分上 留一线 但是现在看来 大长老当年将芸汐接引带走 图谋甚大 绝非真心实意栽培 景天就这样完了 刚才大批针对军天的绝顶龙象胆战心惊 不敢正视立在擂台上的影子 更不敢正视景天现在的惨状 他们真的有些喘不过气来 无比的窒息 坚韧无比的星辰战体都被打爆了 难道生命起源路真的肉身无敌 生命起源路 倒是有些可取之处 惑然间天王体走上了擂台 居高临死审视着军天冷冽道 云天你的确很强大 不过你很不走运遇到了我 九千年来我的战体已经沉睡 我想看一看你能不能激活我的战体 说实话我不想再休眠了 云天尽你最大可能出手吧 否则你没机会了 跑出来拱火 你就不怕我一拳打死你 军天灰发乱舞 谋如冷殿满腔的怒血还未曾消退 第347章镇压天王体 同样的话语 再一次回荡在了擂台 景天已经惨败收场 天王体能不能行 今天的战力已经不许置疑 然而天王体说出的话更让他们猛逼 沉睡九千年的战体 我说怎么如此眼熟 原来他是天元 一位老古董师生 九千年轻横行天下的绝代英杰 布满十六旧风疆 在当时叱咋风云 后来他失踪了 传闻他英年早逝 没想到还活着 看来一直被天族血藏 原来是他 天元 天族绝顶天王体 更身怀最顶级的天品命轮 九千年的沉睡已经误事人为 但是他还非常年轻 未来有大好前程 老一辈的纷纷失神 同时代的人物相继作画 他们也大现将至 但是天元无比的年轻 这让他们羡慕的不行 张远山惊讶 曾经见过天元 是个非常出众的年轻天骄 一比九千年竟然跑出来打擂台 看来君天和天族结怨极深 这恐怕是一场龙争虎斗了 最绝顶的天王体啊 万年来除了天老 还除天俊德和天雄 天族也就是天人了 今日我们有幸可以目睹最巅峰的大对决 这一战绝出胜负 接下来不需要打了 直接就能册封军后 事实上 九千年前的古人完整复苏醒来 极具梦幻性色彩 老一辈的感叹天族的底蕴 横骨横强并非没有道理 不要以为赢了几场就能横行天下 现实路的绝顶战力你还没有见过 天王体更是举世最强的战力 天王体双目大睁 话语看似平静 实则引发了惊涛骇浪 被台轰鸣乱颤 漫天都是璀璨的音波 茫茫一片 据猴震天 青色音波组成了一座巨月 归宏浩瀚 道法通神 轰落在军天的心田 这想在他的精神失海 简单一击 就能看出清人的强大 各类道法烂熟于心 一旦打开突破路 必将强势破关 猴 军天不甘示弱 一声长笑 天地皆颤 擂台猛烈摇颤 有人都怀疑擂台承受不住要崩碎 他的口鼻见射金光 音波攻击看起来很简单 但却震碎了巨月 攻入天原的肉身 传递出天龙之音 天原的双目大征 如铺的发丝乱舞 古铜色的肉壳如神魔而立 发出第二声大吼 都震动了巨大的能量光照 神魔之音 天族的不传之秘 自古传下来的京式神通 如同远古的神魔在大吼 相传修炼到极致 都能吼落天上的星辰 很多人失态 这是最绝顶的神通圣法 天原的背后呈现出莫大的身影 俯视着擂台 随之展开吼笑 空谋波涛如海的世界中 两种音波展开了激烈碰撞 虽然隔着防御光照 但渗透出的能量让顶尖龙象都发抖 是人不清楚军贴发动的是什么秘术 但演绎出的音波抗衡了神魔之音 甚至极致绽放背后呈现出远古的天龙 杀 军天仰天大吼 音波形成了海啸 化作金色的汉海 打出恐怖的战力 活生生震碎了神魔投影 攻入了天人的肉身 神魔 天俊德脸色微沉 瞳孔射出可怕的神芒 这是什么神通 闻所未闻 竟然攻破了神魔之音 军天接连四声大吼 震动了天人的肉身 让其在摇动 似乎要炸开了一样 脚步蹬蹬后退 口鼻流血 这全场修饰大惊失色 天王体被震退了 身躯摇晃 气血 差点栽倒在地上 孔家这些势力的强者脸色难看 天王体要败了吗 既然溅了血 沉睡的体质一旦复活 必将杀尽一切 天俊德发出这样的话语 果真天人的肉身激荡出更可怕的神魔之音 像是闯出毁灭世界的绝顶天王 没想到这么快就激活了我的战体 云天 过来临死 天人猙獰一笑 森冷的牙齿染红了鲜血 发出沉默的低吼声羞 休眠九千年的肉身神光暴涨 生命体征迅速强盛 它像是撕裂浑身的老皮 强大的战体气血荡漾 贯穿消汗 每一寸机体都散发出令同代修士颤力的波动 路到极都惊骇 这是龙像 堪称怪物 你算什么 爬过来受死 今天的身躯滑破长空 无穷的力量撕裂了漫天的雪光 狂杀到了天人面前 展开了激烈交锋 轰谋 短暂时光过去 黑暗擂台都在发颤 神哭鬼气 龙鸣虎啸 大片的雪光在绽放 震耳的神音在炸响 杀 军天大吼 战力狂霸 每一击都轰出了超越龙像的战力 打得天王体都在颤抖 机体都裂开了 口鼻持续流血 天人的眼底闪出骇然 每一次交锋如同轰在真龙上 反阵力堪称离谱 特别对方的攻击在碾压他的生命本质 没想到天王体的生命本质都难以承受 生命起源路修行的是什么 是生命本质吗 生命层次的蜕变 让孱弱的肉身打下惊世积累 普通的繁体也能化作战体 这一条路似乎很伟大 一圣号的内心波涛万丈 他看到的画面更多 全场修行天幕的强者也发现了端倪 洞悉到生命起源路的部分过程 唰 忽然之间 战场景象迎来了巨变 一道崭新的身形突然间浮现 神情冷冽 姿态狂野 刹那间抬起手轰在军天的肩头 咔擦 军天的肩膀头子建设血液 骨头都一味了 显而易见他被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击中了 若非体魄强大整条臂膀都要烂掉 怎么可能 他竟然具备天王化身 这不应该是龙象境修成的 天族的天王体 唯有在灵胎境领域才能具备天王化身的特质 什么样的体质可以演化出身外化身 烟武场全面轰动了 老一辈的强者都失神 两个天元 一些不明真相的修士很快了解到 这是天王体与生俱来的天父神通 体质自我分化出的化身 并非某种秘法 当然 虽然是化身 但具备和主体相当的战力 呲 两位天元同时间围攻云天 他挡得住吗 支持军天的强者脸色难看 擂台上两道身影充满了恐怖的气血 眼神冷漠 扑杀军天 天霞圣树 军天神晴冷酷 身躯流淌出滚滚霞光 组成圣如投影 压在这里短暂挡住了天王体 与此同时 他抬起手将骨头咔嚓一下子接上 机体翻腾出生命 精华治愈伤痕 恢复速度非常快 没用的 我是最绝顶的天王体 无人可以抗衡 两位天元一口同声开口 运行的神通各有不同 一位以能量汇聚成赤红长刀 刀芒滚滚万丈 割裂虚空 一位掌心悬浮出一口赤红的大印 缭绕着赤色火光 涌现出极致危险的磨灭力量 赤天印 赤天刀 刀光射人 大印横空 两位天元同时间出手 压力被增 虚空都被震碎了 恐怖一击覆盖而下 打开了天霞圣炉的投影 震散了漫天霞光 大批修士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祖上路要拜王了吗 什么 快看 有人控制不住在大吼 情绪都要爆炸了 那立在擂台上的灰发少年 眸光射人 身躯蒸腾出万道光芒 刹那间恐怖滔天 那是什么道 军天如同置身在宇宙漩涡中 看不清演绎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道法 万道痕迹如同天渊 神秘叵测 他竟然修成了 正在观战的紫青蓝脸色不正常 万物元时钟的道法他时常观摩 认为绝不可能有人修成 但是现在发生了奇迹 军天掌控了万道形态 打出一击覆灭了两大神通 冬 军天举拳向前轰杀 体外燃烧万道火光 这一击勇力绝世 虚空同样崩出裂痕 天元的双眸大征 洞悉道问题的严重性 军天的战体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全身都布满了道痕 散发入道极战力 天王合一 君临天下 天元果断重足两体 气势短时间狂飙了一大劫 如扑的发丝乱舞 拳头紫光闪烁 像是恢弘的大月压来 空 两股拳印撞击 惊雷滚滚 擂台猛颤 彼此踏足之地的坚硬地面 崩出大裂痕 很难想象他们的攻击力有多强 结果让天俊得脸色阴沉 天王体短暂合一 才能打出无敌神威 但是天元被震退了 满身气血翻腾 口鼻流血 怎么会这样 天族的人从头梁到脚 他们引以为傲的天王体 竟然挡不住发狂的军天 不要着急 沉住气 天元的杀招还有很多 天族老古董冷漠开口 这一战不仅要打赢 更要让张远山沦为丧家之犬 灰溜溜地滚回去 张远山扫了眼他们 什么都没说 若非为了展现祖上路的强大 将各类战斗体系呈现给世人观摩 岂能伦得到天元发挥这么长时间 天王合一 君临天下 又是一声怒吼声传来 天元满腔战血 沉睡的体质彻底被点燃 背后呈现出灰红的身影 如同盖世天王君临天下 这一项 即便是隔着能量光照 依旧觉得有庞大的阴影压在观众的脸上 感受到跨越历史长空的天王威压 天王意向高达千丈 弘大的拳翼笼罩了擂台 向前轰来 军天向前迈步 有些破裂的黑暗擂台却在发抖 万道光则环绕着军天身躯上 蒸腾着霞光 吞吐着苍蒙 硬生生抵住了压来的犬印 它的体质太强大 在擂台上龙形虎步 留下一个个脚印 压的天王意向都在轰鸣 弘大的拳翼跟着散去了 天元面容阴冷 军天表现得无比轻松了 带给它窒息的压迫 总觉得会被一拳打死 这一刻 它的身躯与天王意向融为一体 战力迎来了大爆发 与军天展开近身搏杀 还看不清真相 还来 军天眸子冷冽 清气 每一拳都化出万道光泽 像是彗星撞破大地 镇压同代任何的体质 它不需要任何花俏的手段 招式大开大合 向前猛攻 天王体浑身俱颤 万道痕迹强势霸绝 它无法离谱 很快身躯剑射出大片雪光 一条手臂被军天活生生撕掉了 啊 这是难以承受的剧痛 手臂给血淋淋的撕掉了 森森白骨流着血 画面异常争鸣 给过你表演的机会 但是你的体质不行 太弱 小龙王都可以打抱你 收起你的傲慢 把你的命轮祭出 我想看看天族最强的传人 能不能挡得住我一拳 军天拎着流血的臂膀 退回了原地 很平静的开口 第348章 举世皆颤 军天拎着血淋淋的断臂 冷漠俯视着天元 说出的话 与让他当真难以忍受 你狂望 天元断臂流血 森森白骨可见 喘息粗重无比 望着军天拎着的臂膀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声 9000年的沉睡 再一次醒来物是人非 天老都衰老了 本以为会谱血属于自己的时代 叱咤天下 却没想到遭遇了绝世强敌 整座擂台都颤抖起来 引以为傲的天王体就这样被击穿 若非刚才军天流情 他已经死掉了 他的战力未免太恐怖 你们没看到吗 云天已经手下流情了 否则天王体已经被全面粉碎 是啊 在这种超级狩猎者面前 看低敌人就是去送命 巅峰之争一朝都能听出生死 云天不会是能搏杀小龙王的年轻巨头 太强大了 除了蛮沉仙 谁还能盖得过他的风采 沉寂的炎无常很快轰动 天元太拖大了 从骨子里看不起生命起源路 但是现在来看 祖上木的肉身当真是逆天了 如果人人可以走上生命起源路 那该是何等的盛况 别说他们了 各大顶尖强族已经开始全力搜罗 关于祖上路的修行篇章 更想要成立研究机构 尝试摸索出一条路 特别有些来头很大的强者 暗中和张远山交流 讨要修行法门 打出的才是威望 金元苍老一笑 只要军天全面胜出 那种影响力将会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生命起源路已经得到了证实 即便是未来无法入道 也终究被各大绝顶强族重视 从而展开推广 他相信这一片火 迟早会雄雄燃烧 传遍人族部落 延续祖上时代开创的生命起源路 空 苍穹轻覆般的声势大爆发 掩盖了一切嘈杂声 重创的天元从失败中走出来 身躯如同被神魔附体了 滚滚的宋精英如同洪涛涌动 奥妙宏大如天 如同逝去的天王在虚空中宋独真经 唤醒沉睡的战体 唤醒休眠的战雪 天元的战力短时间迎来了激烈爆发 举手台族间压力万众 老后显化的命轮与他合一 如同化作绝代天王 这是天元的鼎盛状态 断臂不影响他的真实战力 背后蒸腾出宏大的印诀 堵住了苍穹 笼罩了擂台 天王印 天族的大道圣宝是天王印 最强神通也是天王印 一旦打出来神威浩荡 璀璨大印未曾压来 则是与天元合一 君天力在原地 微丝不动 给天元足够的时间催动 咔擦 天元通体蒸腾出道痕 肉身时而化印 时而化人 虚空忽明忽暗 每走一步都在擂台上留下很深的脚印 很难想象他现在的状态 像是发狂的史前巨兽 全印宏大 喷涌出千万众小印 排列在虚空中 一时间万印横空 组合而成一片玉场时空 每一口大印都犹如大杀器 闪烁宝灰 杀 天元大吼 万口大印轰向君天 连同他跟着横击而来 虚空都被撕裂了 特别他极致狂暴的关头 背后腾起巨大的身影 如印 如天 像是召唤而来大道圣宝的投影 暴涌出模糊的圣威 强大 极致强大 一圣号的脸色凝重 天元的战力相当的离谱 似乎具备了塑造到家圣胎的前置 然而下一刻 他窥似到了君天的前置 肉身命轮齐刷刷盛开 流淌出生命本源 天灵带都喷出一道雪光 化作苍蝇 坐落在头顶上 俯视巴慌 一圣号眼皮微跳 他看不清楚更多的画面了 君天肉身太神秘 君天举拳轰天 满身命轮震动 万道光芒闪烁 破灭了漫天大印 龙泉震在了天然的熏躺上 他的身躯猛颤 但是未曾全面崩开 天王印终究非同小可 挡住了致命一击 竟然没有崩开 君天在狄估 落在天原的耳中乃是奇耻大乳 满腔战血 勾了出天王投影 轰出更凶狂的一拳 啾啾 君天另一拳轰了出去 拳印赤红如雪 如同圣如玉玉出了神兽 一头神黄振驰飞翔 剑射霞光 迅速放大 挤满虚空 黄结印 君天大吼 以万道体为根基 又生命沦为生命之源 背后呈现出 灰红的巨人身影 但仅仅一闪而逝 便是压来了恐怖杀法 怎么可能 天俊德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有些承受不住心理压力 神黄烈空 苍龙出海 两门神通巅峰造极 龙凤成祥 但却杀气万众 一头划破长空扑杀天王异象 一头震在他的胸膛上 不 天元凄厉怒吓 竭尽全力抗衡 想要搬回局面 但是没有希望了 关键时刻投射而来的异象 洒落下来茫茫如海的威压 这是什么异象 他难以抗争 无法阻挡 拼尽一切也改变不了什么 最强形态直接被打爆了 身躯砸在擂台角落 撞在能量光照上 阿扑 天元大口渴雪 摔倒在地上 劈头散发 肉身欲裂 天王体败了 全场 太粗暴和直接了 两大神通轰上去重创天元 一群天族强者连忙跑上去 担心军天下黑手 迅速将天元从内台上拉下来 柯柯 不过他接连可雪 胸膛已经塌陷 差点洞穿了后胸 气息衰败了一大截 一些人惊骇 沉睡九千年的战体复苏出关 就这样落败了 倘若再进行一个回合 他很可能被军天给直接打死 祖上木肉壳无敌 还需要质疑吗 烟雾场的气氛变得古怪 有人敬重 有人惊叹 有人嫉妒 有人散发杀意 局面一时间无比压抑 所有的风暴都涌动 像立在擂台上的灰发少年 天族强者取出宝丹化开涌动到天元身躯中 为他疗伤 脸色不太好看 花费大代价唤醒天元出关 结果这样收场 此人肉身无双 更修出了神秘异象 想要击败他 需要去仙人动请人 天元短暂的羞辱 继而恢复了正常 他没有说什么 极致潜能大爆发 败了就败了 咔嚓 穷关一座宏伟的行宫中 天老银发如雪 金袍加身 如同老仙翁正在提笔画画 每一击都画出深邃的大道法则 但在这一刻手中的金笔断裂了 他大秀易甩几烈了快完工的水墨画 缓缓坐下来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闪现出军天背后投射的金色身影 那不是强者一向 不是传承神通一向 而是军天他自己 生命起源路 只尊自己吗 天老睁开了眼睛 遥望北极大地 眉头微皱 南南自语 冬眠者联盟还存在吗 他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道身影 当年张远山联合各大军阀成立研究机构 仙人洞不会让第二条路出现在世人眼中 影响人族部落的大事 原本天老以为要爆发一场惊世大战 但结果仙人洞退让了 并非外界传闻是张远山联合各路军阀逼迫的 曾经有一位极度神秘的老人登上了仙人洞 发生了什么不清楚 但能让仙人洞闭口不言 足以说明此人的强大 后来天老暗中探查 似乎这个人和冬眠者联盟有关系 封王者还有其他的路可行吗 天老静静沉思 军天横空出世 背后到底站着什么样的人 能培养出这等待时殷节 会不会和这个组织有关 原本他想要出手镇压了徐沁 查问出军天的跟角 只不过碍于兵老只能作罢 尖人洞 三十三重天仙府 蛮臣仙正盘坐在无上道府中 无比渴望梳理出三十三重天奥妙 每日损耗的资源是天文树木 毕竟要维系这等洞府运行 代价太高昂 祖上路已经胜出 蛮旋走来了 地上去虚空宝镜 呈现出军天与天元一战 祖上路的肉身强大是事实 这个天元也太拖大了 云天的意象有点意思 黄金法相是他自己 他认为自己可以无敌一切 掌控万道吗 可笑 蛮陈仙摇头 不认同生命起源路 大道需要敬畏 才能收获大道洗礼 当然 这也是生命起源路 与现实路根本上的差别 当年张远山的研究结果 他全部都阅读过 陈仙 该你出手了 祖上路神话需要终结 满玄说道 也不由得回想起数千年前 仙人动的神秘来客 脸色不由得凝重 天族不是要终结他们吗 满陈仙皱眉 道 天族的圣雪池里 还躺着三位爵士天王体 特别有一位是雄关开创者的血亲 让他们出关不就行了 沉睡如此久远的英杰 一旦出关损耗的代价太大了 满旋摇头道 你还是亲自走一趟 毕竟这一次超级大战 你没有出手 有些非议 这点很不好 天下人知道什么 我行事还需要向他们解释 满陈仙如同不问世事的仙人 整日盘坐在三十三重天无上道府中 神由太虚 感受祖先的伟大 至高大道的奥妙 不由得再想 宇宙之浩瀚 天老又算什么 陈仙 满旋瞪眼 知道他因为天族要出手从中不满 不过军天的强大已经无法制衡 就算天族唤醒沉睡的绝世天王体 也需要时间 好吧 那我就顺道走一趟 满陈仙起身离开三十三重天洞府 踏向超级虚空虫洞中 启程赶往雄关 第349章 今天好赌 抱歉 我的弟子又赢了 张远山大秀一甩 收走了六十滴圣元叶 算上刚才的收获整整九十滴 天俊德的心里都在流血 即便他是族群之主 也艰难向家族交代 有些人脸色古怪 怎么觉得张远山是来当铺提款的 顶层区域的气氛非常的冷 各族首脑的脸色阴晴不定 族上路的强大他们全部都看到了 但是曾经 他们族内的英杰修行道龙巷领域 虽然体质出众 但和军天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莫非几千年的成绩 张远山又有了新的突破 才培养出现在的军天 一批老古董走来 和张远山攀交情 讨要修行法门 原本他们以为张远山会开出天假 谁曾向他很果断就送出 这个人请我们记住了 这位强者郑重道谢 表示关键时刻会站出来说话 张远山很平静 他在《起源经》中梳理出更有效的修行法门 这些火种传下去 相信这些族群很快会展开实验 或许未来几十年可以走出一批英才 你们说 云天和云帆 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时间 金阳洞天和玄门洞天的强者坐在一起议论 云天 云帆 云西 这太巧合了吧 特别他们走的都是生命起源路 根据情报上来说 是丁阳荣将云天发配到祖山 这才让他修炼了祖上路 但是有一点难以否认的是 云天同样来自于北极 身份同样神秘 与他同行的徐沁也绝非可以轻易妄动的 难说啊 我不断用天目扫视 没有发现任何的端倪 有强者皱眉 道不太可能是云帆吧 神一样的少年和顶层狠人牵扯上了关系 他敢出来抛头露面 这些人的心情凝重 此话也有理 总之当年的恩怨断层了 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相反现在的军天 已经镇压了整片演武场 可笑的是军后争霸战还没有正式召开 目前九大擂台空空荡荡的 唯有军天立身在流血的擂台上 正在腐蚀四方 我说小德 你别黑着脸 要不要你再叫人来 我们再赌一场 张远山发现天俊德的眼神不对 你别欺人太甚 天俊德双目大争 韩生道 我族也有小组 有上古自封的绝世妖孽 你应该知道他们的可怕 别逼我将他们唤醒 我没有逼你啊 想打就唤醒去吧 张远山指着他 道 小德不是我说你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活不了几天 别对我嚷嚷 否则我要和你决斗 中围的老强者面皮狠狠一抽 天俊德算是倒霉透顶了 碰到一位大县将至的疯子 都能和天老干一场 来啊 我怕你啊 天俊德彻底怒了 今日就算是拼个重创 也要先翻张远山 点灭祖上路一脉 抄抄闹闹 成何体统 一位气息恐怖的不依老者 从天而降 冷烈的眼神看了看张远山 道 几千年不见 张远山我还以为你远离红尘 当年败掉了就败掉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重新点燃无法入道的废路吗 顶层区域震动 大批强者站了起来 对着蛮悬行大礼 尖人动的强者来了 欲试着蛮沉仙来了 警驻他们都争鸣笑了起来 至高道统的传人既然来了 那么这一战也该结束了吧 谁说老子败掉了 哪个狗日的说的 张远山可不会惯着他 比当年的亲人还要霸道 怒道 没看到老子的弟子正在擂台上横扫 不服就过去打 没本事就闭嘴 你放肆 蓝玄勃然大怒 与天俊德联手逼迫而来 两位志强族群的后代联手施压 然而张远山沉稳站起来 如同跨越生命长河走出来的无上巨头 体内传出浩瀚的起源奥妙 至高的生命层次 我说错了吗 张远山冷漠道 九十滴圣元叶就是战利品 不就是九十滴圣元叶吗 来你我对赌 我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带走一滴 蓝玄的底气太大了 蓝陈仙人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我弟子突破所需的积累够了 送给我我也不要 张远山一屁股坐了下来 像是个老无赖 他怕了再退让 担心来之不易到资源被夺走 可是他以为败掉的话 云天能活着离开擂台 未来打破无法入道的魔咒吗 蓝玄在心中暗语 玄吉冷声道 不敢就不敢 拿走你的圣元叶 去给云天收尸吧 你还别激我 张远山的脸色冷了下来 是你不敢赌 我哪里激你了 蓝玄不需要对张远山客气 底气非常的大 颇有一番掌控一切的姿态 你真的想赌 别如同上次被顶层狠人下的脸绿 张远山的话让蓝玄震怒 如同被踩着尾巴的老虎 寒声道 你想要怎么赌 你们仙人洞有一块大道仙铁 拿来和我对赌 张远山开口 蓝玄眼皮微跳 大道仙铁的价值难以衡量 熔练到任何兵器里面都会微能暴涨 属于仙人洞的专属圣料 不过仙人洞就剩下这么一块了 族群准备用来为蓝臣先锻造本命神兵 看到蓝玄沉默 张远山吃笑 蓝玄双目大争 当年被顶层狠人吓退了 当时他的确非常的丢人 后来知道这位来自于废墟深处 也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他会惧怕张远山 你有资源和我对赌吗 蓝玄问道 九十滴圣元叶 外加真龙胜药精华 张远山扔出去一个罐子 掀开后金灰滚滚 腾起一头模糊的真龙 贯穿苍穹 洒落浩瀚的真龙本源 真龙圣耀 这里的强者眼红的发子 齐刷刷扑上去 像是一群老兔子 差点伸手抢夺 这老东西难道活出了第二世 天族老古董暗叫一声不好 张远山收获了大造化 烈化了真龙圣耀 还余下八十滴本命精华 起先这片区欲杀一滚滚 但当众人跟着想到了这点 全部都胆寒 如果真的活出第二世 在熊关谁能挡得住他 这些东西是好 但是满旋皱眉 因为还不够 它们有孕育圣元叶的矿脉 还有完整的圣药 这些东西很难交易到大到鲜铁 那就算了 张远山摇了摇头 道不敢就不敢 这什么蛋 你 满旋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张远山 又扫了扫桌面上的资源 他确定这些资源绝对是留给军天入道的 如果真让军天活着离开擂台 后果很严重 他咬牙点头 同意了 这里的人都炸锅了 更有受圆枯竭的老强者频繁走来 与满旋潘交情 显然想等待满旋仙赢下之后 购买真龙宝叶续命 满旋仙来了 此时此刻 一则重磅消息传遍延武场 短暂的沉寂继继而爆发出滔天的哗然 所有的观众都疯狂了 天哪 满旋仙真的来了 要和祖上路的英杰展开对决吗 还是顶层狠人一脉已经有弟子敢往雄关了 如果顶层狠人一脉 仙人动一脉 生命起源路一脉共同展开对决 才是最顶级的 顶层狠人一脉没有任何消息 满旋仙是要和云天对决 这是县世路和祖上路的最强较量 数强数弱 今日就可以揭晓答案 如此精彩的大对决 多少年没有诞生了 云天的强大无荣质疑 蛮沉仙的无敌神话更不需要质疑 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对决 大消息 神舟阁忍不住了 开启了赌盘 整座雄关都轰动了 影响力空前绝后 祖上传人对决不败神话 传遍了大街小巷 深深牵动诗人的心神 刷 雄关各方 大批闭关的老古董奇刷刷走出 一批接着一批 赶往顶层区域 雄关现任三大护道者皆是道场 东御各大古老市家得到消息 皆冲而来 演武场的气氛已经攀登到了巅峰 来了 此时此刻 一位白衣白鞋的少年空灵爵士 身躯朦朦朦朦的白雾 漫步在天地间 体内时刻传递出仙人诵经之音 他来了 他终于来了 无敌神话能否打破 神州阁的强者嗓子都喊雅了 呼吁各方参与到赌盘中 目前滚动的灵胎士已经破了一亿 还在以恐怖的速度攀登 神州阁亲自作庄 不管谁胜谁输 都能抽取到巨额佣金 云天 空然之间 清源的话语传来 你已经赢了两场战役 按理说 蛮陈仙没有参与参赛战 没有资格打军后争霸战 想不想和他交锋 这要看你的意思 蛮陈仙看向清源 目光微冷 我连这点特权都没有 无妨 蛮陈仙冷漠的话语传来 等待军后争霸战结束 蛮陈仙与云天再决生死 就是不知道云天到时候还敢不敢 清源皱眉 他不想让云天和蛮陈仙碰撞 一旦输掉生命起源路的影响会降低的 什么叫再决生死 这话老夫听不下去了 忽然之间 原神波动传来 蛮陈仙没有参赛权 理所应当要离开 未来云天是否迎战这要看他的意愿 何须如此逼迫 不错 云天现在高高在上 是雄关镇首使 但是蛮陈仙无尺寸之功 有什么资格与云天堂堂正正一战 身为仙人洞的绝顶奇才 超级大战不见踪影 我看他都没有资格踏入雄关 更没有资格和镇首使大人交手 不错 什么仙人洞 最强传人却不能镇首国门 培养起来有什么意义 连四四四四四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接连有冷漠的话语传来 饱含某种恶意 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传音 引起的轰动性很大 将蛮陈仙推到了封口狼尖上 第三百五十张对决蛮陈仙 苏长青皱眉 这话听起来是贬低蛮陈仙 实则将云天抬得太高了 故意在这里拉仇恨 偌大的炎武场有些沉寂 场中的雄关大将纷纷注视着蛮陈仙 他不仅没有参与超级大战 更没有参与反狩猎行动 这个毫无尺寸之功的蛮陈仙 世人是否对他太过神话 蛮陈仙是自古传下来的名号 不能代表他们代代都可以举世无敌 军天望向蛮陈仙想知道他如何应对 看来有人对我颇有意见 蛮陈仙不履清零 白衣白鞋 如同不染凡尘的折仙 身躯朦朦稀薄的百物 超然于世 我本不屑与世人争辩什么 但既然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等言论 看来我要去一趟战功碑了 展现给世人看一看 我们仙人动力带弟子经历的残酷训练 满血冷哼 大秀一甩 将蛮陈仙送到战功碑 嗡 秋行强大的观众纷纷爆发神魂 遥望战功碑 军天也启用了虚空宝殿进行观望 蛮陈仙 躺在青铜大床上的莫宝儿一个咕噜爬起来 紫色大眼睛观望通过宝镜扫视蛮陈仙 他轻轻磨动的小虎牙闪烁光泽 蛮陈仙风采无双 晶莹的鹅骨闪烁出神魂本源记忆 向战功碑输送的同时 也毫不隐瞒的向世人宣告 那是什么训练 天哪 那是最古老的生存训练 又年就被放养在蛮荒大山 经历生与死的磨练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展开成长 在狂风暴雨中闯荡 在茫茫荒兽群中厮杀 这好像是祖上路的培养方案 尖人洞超然鱼是还是有道理的 至今还在进行最古老 与残酷的训练程序 隐隐可以看出蛮陈仙的肉身极致强大 十二岁已经生死前巨瘦了 强大极致强大 没想到他经历了这么多 自小和一群仙人洞友的同闯荡 在蛮荒大山 每日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穷关的大人物暗暗心惊 蛮陈仙从三岁六岁九岁十二岁 都在蛮荒大山独自生存三个月 虽然期间有强者守护 但多数时间都是他独自闯荡 张远山 你觉得我们仙人动的训练计划 和你曾经的研究成果对比 谁更胜一筹 蛮学冷冷一笑 蛮陈仙自又在无尽压迫中展开成长 前置不需要怀疑 天赋更不需要怀疑 这种训练法门很不错 更偏向生命起源路 每隔数年的洗礼更是重中之重 可以完美将肉身前能挖掘出来 张远山评价 他从来都没有看低蛮陈仙 更没有看低过仙人动 蛮陈仙册封了三星大将 压下了全场的流言蜚语 他的形象更为光辉与灿烂了 惹得数不清的女子眼战一彩 燕云 这个蛮陈仙很不错 要不 火族的老强者问道 火燕云自容绝世 蛮腰盈云一握 机体修长恶魔 火红的长发随意披散在尖头 但莫道 我毕生志在大道 不想被俗世缠身 周时间安排一下 我想和云天打一场 火族的强者摇头苦笑 仙人洞既然来了 云天能不能活下来还两说 顶层狠人银外没有来吗 回归到演武场 瞒陈仙看向丁阳荣所在的方向 丁阳荣恨不得一巴掌抽死他 给老子有个屁的关系 况且他大摆宴席 安排了最顶级的寿王宴 等了数日都不见狠人的踪影 说完这句话 他扫视军天 问道 打不打 看蛮陈仙的姿态 他是冲着顶层狠人来了 只不过是顺道解决了军天 等我一刻钟 军天想到了什么 迅速离去 迈着大长腿向着神舟阁狂奔 一群人满头雾水 这是在干什么 苏长青很明白 军天在捣鼓发财大计 他逃了 认输了 有人阴森森的开口 觉得军天在逃避 担心死在擂台上 我押住蛮陈仙 我押住4444 神舟阁方向 押住的强者数不胜数 隔了老远军天看到了杨潇 正在和神舟阁的强者掰扯神吗 杨潇现在毁的肠子都轻了 开启赌盘是发财大计 当时怎么就没想到 杨潇也是个行动派 号召了一批军部长老 向着神舟阁施压 想要分走部分佣金 补充军需处的资源储备 为下一场大战最准备 我说杨潇长老 虽然军后争霸战是军部操刀举办的 但是盘外赌局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做人不能不厚道 神舟阁的强者分分头大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但他没想到杨潇胆敢向天下第一伤猛开刀 军天来了 弄清楚了事情经过 他自然支持杨潇 开口道 抠抠嗖嗖嗖的才给一成 我不打了 让他们自己去玩 什么 神舟阁的强者集体脸绿 直接惊动了神舟阁的元老 他们对于军天的光辉事迹都听说过 天翔都敢斩首 这天地间还有他不敢做的事 这群人黑着脸 经过商议 决定给他们三成佣金 五成 今天冷亨 你们这是在哪本镇守时的命去赌 不给五成我就不打了 反正我没有答应满成仙 这个无赖 一群元老的脸都垮了 来来回回商议 决定各退一步 给四成佣金 当然这也是一笔天文数目 军部的长老开怀大笑 目前赌盘局面的数额已经突破5亿了 还在持续飙升 事实上这种盘外赌局 神州阁要抽走一成辛苦费 那就是五千万零胎时 一旦闹不好都能狂飙到一亿 到时候他们可以分到四千万 诸位 杨肖开口了 得到三成已经算是很好了 余下的一成是云天争取过来的 按理说应该给他 这 这群军部长老吹胡子瞪眼 刚要说什么就发现军天处在这里亚根没走 他们的面皮狠狠一抽 薅羊毛薅到他们头上 放心吧 诸位长老 这一成是我们大家的辛苦费 军天一味深长开口 这 好好好 吃几位长老开怀大笑 一个个红光满脸 心想着这小子挺会来世 杨肖眼珠子一转 这事情办得漂亮 是不小的功劳 找机会给军天争取一个军需处的知识身份 杨肖长老 麻烦你帮我去押住 军天将第三战区洗劫来的资源全部交给杨肖 接着他转身迅速离去 押住 杨肖愣了愣 对着军天的背影喊道 我说你要押水影 军天一个猎切差点摔倒在地 这狗东西明知故问 余下的军部强者内心波涛万丈 难道军天认定他可以赢 你该不会真的要和蛮臣仙对决吧 莫宝儿紧张的话语传来 主人 快把宝儿放了吧 你想呀 到时候你如果玩独自了 宝儿岂不是要落入蛮臣仙的手中 跟着殉葬不是你的本分吗 军天笑了笑 主人宝儿再认真给你说呢 你不知道仙人动的底蕴 他们有33重天无上仙府 曾经培养出修成24诸天的盖石英杰 莫宝儿的话对军天的冲击性很大 更震惊莫宝儿怎么清楚这件事 因为曾经修成24诸天的无上英杰 被三大无上王族的绝顶英杰给联手毙掉了 莫宝儿话语严肃 道 那是一场超级狩猎行动 三大绝顶英杰连起手来谁能体敌 但就这样还被第一代蛮臣仙反杀了一位 事后两位活着的年轻王者重创垂死 带回来了这则消息 言称仙人动掌管不可测的底蕴 33重天仙府仅仅只是其一 军天双目大争 第一代蛮臣仙真够恐怖的 怪不得被誉为无敌神话 不过他越是有不可测的底蕴 军天越想和他较量一二 你不应该回来 刚回归到演武场 江宁雪传音过来 你算起来也是我爷爷半个弟子 就这样被张远山当枪使 考虑过还能回头吗 军天的眼神一冷 看了看江宁雪所在的方向 他可以质疑生命起源路 但为何要这样看待张远山 在江宁雪看来 张远山背负了几千年的骂名 肯定想要翻身 临终前辉煌上路 你可以去你爷爷的坟前问一问 他更期待你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军天冷漠传了句话 清楚江宁雪因为北极残脉崛起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 都是山庄老人的原因 军天没有继续多说什么了 缓缓走向擂台 神话大对决 全场的气氛到极点 生命起源路与命轮起源路 最激烈的碰撞终于来临了 小哥 当心 演武场某个密府中 芸汐清澈无暇的大眼睛望向军天 纤细的身躯在细微的发抖 很清楚这一战的难度 芸汐一直都在这里观战 头顶沉浮银色月盘 吞吐盛威 关键时刻能打出去掀翻整片演武场 军天站在擂台上 望着前方席地而坐的蛮沉仙 去而复返 看来是想通了 蛮沉仙静坐在擂台上 手掌掠过长空 以能量攻勒出一张古琴 透出蛮荒波动 全场修士有些猛逼 什么情况 蛮沉仙在干什么 弹奏一曲在开打吗 妈的八子 这撒毛好大的架子 还想着弹一曲助助性 我怎么觉得在发动一门惊天动地的大神通 尖人洞的底蕴不可测 肯定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绝学 在全场猛逼的目光中 蛮沉仙双目微闭 双手落在琴弦上 通体朦朦百物 空灵若仙 从这一刻开始 全场诡异的安静 蛮玄斧虚而笑 仙人洞的底蕴岂能是世人可以衡量的 随意打出一击都是了不得的绝学 铿锵 空然间 蛮沉仙的指尖轻轻拨动琴弦 泛着点点光运 流淌向前 看起来没有什么波澜 但却让虚空在扭曲 很多人都惊骇 黑暗擂台都在轰鸣 拨动的琴弦剑射出一片神光 铺天盖地 画出可怕的大道痕迹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有人发出惊骇的话语 擂台景象迎来了大便 攻了出神魔必逆的战场 喊杀声滔天 都要撕裂人的灵魂 好强的沙法 顶尖龙像惊恐 觉得每一道神光都能轰杀他们 如天刀 如箭胎 横杀而来 东 军天向前走来 痛体朦朦霞光 攻了出圣炉投影 挡住了一道接着一道 毗恋之光 轰猛 蛮尘仙如世外高人 盘坐在擂台上波动琴弦 琴弦 琴弦弹射出更为可怕的神光 在虚空中公乐化作一头血色真龙 长达万丈 恐怖猎天 这是蛮仙创作的蛮荒谱曲 顶层有大人物诗色 道 唯有绝顶道行才能激发而出 相传完整的蛮荒谱曲 弹奏出来如宇宙心海倾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